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学幻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端午节那天要吃粽子,赛龙舟? 又到了端午节了,六月儿童王,祝大家端午节快乐,粽子多多哦! 不过,话说回来,在端午节这天,家家户户都要门上插矮条,吃粽子,到江边湖畔参加或参观龙舟竞赛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宣传啊,这些民俗活动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。 屈原是楚国三吕大夫,诗人,由于奸臣诽谤,昏庸的楚王不但不采纳他廉旗抗秦的主张,反而放逐了他。 公元前278年,秦军攻破楚国的国都,屈原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悲痛。 5月5日,他怀时投入弥罗江,以身信国。 人们从四面八方划着船赶来抢救,并把粽子投入江中给余虾吃,免得伤害屈原的尸体。 这个就是端午节华龙周吃粽子来历的传说了,其实早在屈原之前就有类似的风俗了,因为爱国诗人屈原,品德高尚,诗篇感人,人们敬重他,所以便把这些活动和救屈原联系起来。 从此呢,这传说便很快地传遍华夏大帝。 到了宋代,朝廷正式把5月5日定为端午节。 良的描述。 大德好, brief买。